新型冰毒已经成为了天堂镇的一大害 凯文早先逮捕了两脚趾泰利 随后又调查了鱼骑手弗兰克 却一直没能救出幕后毒枭 在兰德尔重新参加警讯的这段日子里 幕后毒枭联系上了鲍比俩兄弟 命令他们赶快抢着市场 提高销售额 鲍比便叫来了手下的小毒贩们 给他们灌输狼性企业文化 毒贩们不吃这一套 说老板不给肉吃 那就不是狼性文化 而是狗性文化了 鲍比略意思索 表示本月的销售冠军 可以赢得德尔伯特姐妹的出业 一下子就点燃了毒贩们的工作热情 人这动物果然离不开食色性也 德尔伯特也忽然打了鸡血要去贩毒 说什么肥水不流外人天 这个月的销售冠军他当定了 天堂这警局里 凯文拉着残警们 成立了新型病毒专案小组 这在开展第一次报告会 道具警察满嘴冷笑话 只有老黑被逗的哈哈大笑 霍金一个劲嘴唇吉娜 在作死的边缘疯狂失态 双子行为了剂毛蒜皮的事 护身耳光 整个警局用到的鸡飞狗跳 警长这时接到电话 得知有一本国际杂志 要来给天堂正经局 做一个专访故事 他一眼扫过满屋子的怪胎和变态 心说 这要是让杂志社的人看到 还得了 于是把凯文的专案小组赶进了地下室 让他自己玩过家家去 另一边 鱼血手弗兰克 又来找马洛催房租 马洛谎称 他准备好的房租 被海猴子给偷走了 弗兰克不吃这一套 马洛抽签房租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回回都有不同的借口和理由 但弗兰克很清楚 马洛之所以没钱交房租 是以为他是个猫奴 家里养了太多猫 这些残忍的小妖精 榨干了他的钱包 弗兰克威胁马洛 必须在三天内凑取房租 否则就等着吃花生米吧 这下 马洛犯了难 虽然弗兰克有过贩毒豆狗的前科 但人家现在当包租公是正经生意 他也不能仗着警察的身份 以施压人 马洛思来想去 决定请子弹帮忙 在闲鱼上出售他的旧T恤 不过他这人说话乱用形容词 非要把T恤比喻成处男之身 还说什么 我等了很长时间 想把他给一个对的人 子弹表示 正规渠道 卖这个可是犯法的 于是把马洛的处男之身 挂上了暗网 还按照马洛的描述 写上简介 他非常紧 简单直接 令人浮想联翩 与此同时 凯文专案小组 在地下室继续开报告会 老黑也跑来凑热闹 主要是为了听 道具警察的冷笑话 凯文为了吸引老黑加入 开展了残警专案组 第一次扫毒行动 在街上逮住了不少毒贩子 他们正要把人 带进拷问室审讯 警长却拦在了面前 表示他花了两个小时 清洁拷问室 绝不允许 谁再把房间弄脏 警长认为 警局里最大的脏东西 就是霍普森 便谎称买了两张 游乐园门票 连红大片 将他引出了警局 最后警长将霍普森 骗进了森林 用锁链将他拴在了树上 在杂志社 完成采访之前 霍普森只能自求多福了 另一边 凯文向老黑 宣有他的成绩 老黑却以过来人的身份 劝凯文 表示 只要不把幕后毒枭抓住 这种在一线贩毒的小角色 是怎么也抓不完的 就像痔疮一样 割了右掌 永远不打暗身 凯文还不相信 结果一望窗外 发现又冒出了一大批毒贩子 德尔伯特都跑到警局来叫卖了 与此同时 因为销售总额下降 幕后老大打电话向鲍比问责 虽然鲍比再三辩解 说都怪警察来捣乱 但毒枭可不管这些 他派人来剁了德尔伯特的手 以示惩罚 鲍比被激怒了 妈的 就算是混道上的 也不能这么不讲道理 于是他打电话 叫来了前盖车侠凯文 向他透露了一些 新型冰毒毒枭的信息 其实他们知道的也不多 因为从来没有人见过那毒枭的脸 只有一部手机 可以和毒枭单向联系 鲍比还说 幕后毒枭准备在圣诞节之前 把新型冰毒生意做大做强 扩展到周内的每个城市 凯文对鲍比的话半行半疑 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帮警察 鲍比就给他看了 已经变成铁钩船长的德尔伯特 断鼻之痛 令小伙子变得抑郁起来 为了帮助好哥们振作 鲍比换上了比基尼 要献出肉体 与此同时 马洛的触男之身 在暗网挂了半天 结果根本没有人出嫁 子弹便偷偷告诉吉娜 这个大喜讯 吉娜早就对这大胖子垂涎三尺 马上豪气的出嫁五千刀 马洛一瞧 高兴坏了 但他敏锐的发现 买家的ID名为 为马洛六九 和吉娜身上的纹身一样 马洛大惑不解 说 吉娜脑子抽了 花五千买T卷 子弹这才搞清楚情况 他仔细的给马洛描述了一下 如果吉娜拍下出男之身 她的身体会为如何容领玩弄 吓得马洛花容失色 联盟想办法阻止吉娜的邪恶心境 他决定拍下自己的出男之身 豪气的追嫁 七千美刀 吉娜怒了 斥责马洛玩不起 于是也一个劲追嫁 两人的举动吸引来了其他买家 这些买家中 追嫁最狠的就是拜登 望着马洛那充满弹性的肥蛆 睡王差着把裤裆搓起火来了 另一边凯文独自拿着政务手机 一直在等独销打过来 老黑忽然跑来找他聊天 凯文就说起了自己获得的情报 老黑又开始卖弄他的老警察经验 教导凯文再挖掘深一点 发掘出独销的分销方式 他觉得凯文始终还是太嫩 便同意加入专案小组 凯文通过对线索的分析推敲 最终锁定了调查目标 但是一个在周内每个大城市内 寻回表演的马戏团 又在偷偷贩卖 反式脂肪爆米花 本来扮着脚就踏入了灰色地带 是独销合作贩夺的理想伙伴 老黑当即表示强烈反对 因为他害怕马戏团里的小丑 转天杂志社的人终于来访 警长在警局收拾得惯人一心 记者表示他们是老年生活杂志 这次专门来采访霍布森 因为他是美国最老的在职警察 他们想知道他在警局的待遇如何 是否受到尊敬 警长一听人麻了 吓得赶紧尿顿 跑进森林里寻找霍布森 与此同时 凯文连红带劝把老黑拉进了马戏团 面对团长的盘问 凯文一紧张 势口说他们是警察查杂志团 团长没申请邀请他们来表演一场 残警们赶鸭子上架 道具警察调叫老虎 反被推倒疯狂查 这就是马戏团的经典保留节目 老虎间 庄子星表演吞剑 获金表演空中飞人 赢得了现场关注热烈的掌声 这天夜里 专案小组悄悄展开了行动 残警们负责表演杂技 吸引住人们的注意力 凯文去搜查马戏团的帐篷 老黑复得放哨 结果半颗中不道 残警们就全部顺天了 老黑赶紧将情况告诉了凯文 凯文第一反应是 难道有人在表演上做手脚 老黑说 这些可都是残疾人 又没受过专业训练 一上来就表演最恶难度的杂技 不出事才是奇了怪了好吧 凯文身为组长 要对残警们的死负责 凯文不肯心意放弃行动 说着两人就吵了起来 最后分道扬镳 马戳这边因为被举报 自己炒作价格 账号遭到了冻结 他只能眼看着吉娜拍价 即将对他施加 各种惨无人道的暴行 马戳决定去暗网总部投诉 要求他们取消自己的网上拍卖 阿尔负责人提醒马戳 服务协议上写明了 取消拍卖的用户 会被总部物理超度 马戳意识到自己陷入了绝境 如果不能反坑 那他就试着享受吧 在拍卖即将结束的最后一刻 忽然有人进场 追加了秒杀价 马戳惊喜的查看用户名 上面写着 一只猫 最后时候居然是他的爱猫 帮他逃离了吉娜的魔掌 马戳满怀感激的回到家里 准备好好冲冲他的猫 结果发现爱猫正穿着皮衣 抽着皮鞭 准备推他SM 马戳惊了 我把你当宠物 你居然想上我 警长这边 因为一直没有找到霍普森 主要自己假扮 他正在向记者们秀演技 霍普森会而闯进了警局 痛斥警长的混账行为 记者曝光了这桩 害人听闻的虐老师姐 天堂正警局的口碑又崩盘了 凯文正打算继续搜查 忽然撞见 团长像鬼一样冒出来 团长早就猜出 凯文一伙来意不善 哪有杂技团取名警察查的 他分明就是一个便衣 双人掏枪又避了凯文 凯文赶紧向外面的老黑求救 然而老黑 这时已经被一帮小丑拖走 凯文情之难逃一死 表示自己做鬼 也会继续调查新型病毒 团长一听乐了 他一直误以为 凯文是来查反式脂肪爆米花的 误会解除后 团长放过了凯文 凯文连忙去救老黑 发现他已经被小丑们 吓成植物人了 从此以后 一直躺在病床上 凯文懊悔不及 他怒出来证物手机 决心放弃当警察成英雄雄 以上就是 天堂是警局第一季 第八集的内容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 下期视频我们再见